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,新北市政府副秘书张邱静斌被曝出在上班时间,前往台北市政府关心侯六一文化大学宿舍案的发展,邱静斌出面反驳时,情绪意外失控衰址,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总召集人李昆成及议员何博文、钟鸿仁,今天召开记者会,强调衰址枪声掩饰不了官说事实, 会后并将前往监察院递交陈诉书,请求调查邱静斌等相关人员是否失职 邱静斌上周出面说明时,气愤地拿起桌上的止怒衰,点明周预扣,何博文把部分细节记错,却说他讲得有问题,激动的反应引起哗然 李昆成今天说,邱静斌,汪李国一开始只承认12日到台北市政府,后来再爆出汪李国11日与一名城乡局周姓主管已先行前往,这种挤牙膏式地慢慢承认被透露的行程,是否还有没曝光的行程,希望两人清楚交代,究竟还去了哪些地方? 见了些什么人,免得再被抓包,李昆成,何博文强调,邱,汪两人的行程,绝不是生日巧合,也不是政治敏感度不够 两位高级文官为什么连续两天去都发局瞧侯友宜的文大宿舍案,若不是朱立伦或侯友宜之使,两位文官不会感冒被弹劾的风险去关说 朱立伦,侯友宜应该说清楚,李昆成并表示,将要求经发局,劳工局去查由于失业是否是空壳公司,有无投保等相关资料 何博文在记者会后前往监察院,希望监察委员调查是否有失职情势,何博文也要求新北市政府政风处不要便把风处,要进行调查,还给市民真相 朱立伦应该律相关官员到议会报告,不要当审人市长